10月9日由某杂志举办的环球宝贝时尚之夜活动在京举行 姜恩俊 林宇忠 孙飞飞 龚新亮 潘双双等演艺圈明星均顺庄出席 令当晚的红毯星光异议 当晚医生波西米亚带带长裙配一头微卷长发现身的潘双双 被记者再次提及与林峰的预长事件时表示 其实那件事情已经告一大段落了 也不想再去揪起来说什么 但是我只想告诉媒体跟大家 感情这种东西没有谁对谁错 好的东西你们不一定看得清 当事人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我只会在今后的日子里面 用我的工作跟我的状态去让媒体重新去认识我 而被问及自己所能接受的最大尺度具体是什么时 他回应道 大家上线如果说电影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尺度就是比基尼 以一席蓝色灯尖落地李群现身的孙飞飞 被问及进入在微博上与王洛丹的纠纷事件时 他也对整个事件的缘由做出了解释 并在现场对着镜头直呼 王洛丹那些真的纯属误会一场 关于微博这件跟王洛丹这个事儿 其实是个误会 我一开始我经常会在微博上潜水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看看看 然后就发现 有一张那个 对 葛尤老师就长发的照片 我当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是 我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是洛丹 因为洛丹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也算是同学 他是民间舞系的 我是古典舞系的 我按理来说应该也认识他很多年了 但我一点都没看出来是他 然后我就 那个人的留言是说 葛尤戴假发 然后我就留了一条言 我说难道不是个游戴假发吗 然后我就发过去了 然后我就去那个做其他的事情 也就过了十几分钟我感觉是 然后立刻就有一个朋友 就是短信我说 你快把它删了吧 说那个是王洛丹 那就是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 跟洛丹说一下 就是真的是纯属误会 我没有要恶意的去攻击你 我还是很喜欢很多年前的那个 王洛丹 而于孙飞飞私交甚好的焦恩俊 也在现场透露出自己即将前往歌坛发展的计划 并在现场于飞飞开始了一段相声表演 最近要往歌坛发展 是是是 小弟啊 那个飞飞姐这特别支持我啊 小弟晚上在12月这个中旬就要推出个人首张专辑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主打 那个第一主打歌叫普公英 听过吗 普公英没有听过 你看线上唱一个吧 果然是是不是是有摩擦吧 那我的歌他都不听 对那么难听可以听吗 行不行 先给我吃两片那个 快点给他耳朵保险 到了医生保守中绣连身裙现身活动的拱心量 被问及前不久应出几某活动 被意外拍到下半身走光事件时 除了用想骂人想杀人来表示自己的气氛之余 更是透露因为此事已有想要退出演艺圈的想法 上一次是一点都没有想到 因为在那里做活动 而且其实我穿的是在乞丐的裙子 而且其实腿是像女孩子平时一样很注意的病龙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我很生气 是真的真的很想骂人 很想杀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存在于什么样的心态 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我觉得影响蛮大的 比如说我都开始怀疑自己要不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坐下去 因为我会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是在用那个去在炒作吧 但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样太无聊了 而许久没有在内地露面的歌手林雨忠 在现场也透露出自己对影视剧的浓厚兴趣 曾经在一些影视剧中有个兴许小事牛刀的尝试的他 被问及最希望与哪位导演合作及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时 林雨忠谦虚地表示 说想跟哪个导演合作 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来去选导演 我觉得现在我先再拍多几部戏 再拍多几个电影 然后在提升自己的演技之后 我觉得才有那个资格来说 想跟哪个导演合作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才会有火花 那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可以把 类似这样子的角色 那种可能心理变态或者是双重个性 那种一面冷血的一面跟热情的一面 两种感觉套在自己身上 而且把眼活的话 我觉得那个对自己可能是一个 在演技上的一个很大的肯定